听众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上帝的爱 舍己 这个题目是我上周在树里堂正道的 在前面一个星期三 我把这个题目发给树里的同工们 星期四的红牧师发给我们 还记得上周的题目吗 是基督徒的婚姻 舍己的操练 所以舍己是我们婚姻家庭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不约儿童 因为红牧师并不是 我是发给树里同工 所以我们不约儿童地讲到舍己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婚姻家庭月 我们其实每一位在座的都很盼望 有这个婚姻家庭月 还有婚姻家庭迎会 夫妻更新迎会 我们很想通过每一次这样的聚会 改善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关系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能够更加的美好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已经参加过的这些聚会 真正改善了多少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关系 哪些是真正持续改善的方面 为什么 我们还记得这些吗 我让弟兄姐妹们 思想这个问题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 让我们发生 让我们发生持续改变的原因和动力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其实这个意思是 既是这样 我们要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的既是这样 这里的这样 就是指保罗所提到的 在罗马书一章到八章的 全部的内容 也就是保罗对福音的一个注册 大家都很熟悉 三十一节 紧接着前面的经文 是三节 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二十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内容 我们晓得万师都互相笑脸 叫爱神的人的一处 就是按他旨意备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也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让这些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 福音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作为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容易理解 我们今天这个八章三十一节 他说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因为这个福音完全是神给我们的 万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 你还怕什么呢 八章三十二节说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所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种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上帝为了拯救我们 把自己的爱子为我们所了 小林姊妹今天的宣召经文当中 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为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的爱是完全舍弃的爱 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 不认识他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他完全舍弃的爱 在十字架上就向我们完全表明了 其实我们很喜欢的是 八章三十二节下半句的经文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桶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是不是我们很喜欢祷告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强调 爱子都已经为我们舍了 还有什么比爱子更宝贵的呢 神如果没有前面的 这个后面是不成立的 所以神会赐福给我们 是因为他把爱子都完全为我们舍了 其实也就是神自己 包括一切的 我们只有讲到的万物 其实包括一切的祝福 无论是属灵上 还是物质上和其他方面 上帝不会不给我们 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 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这样说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了 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在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楼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保罗在这儿问这些问题 并不是要我们回答 这是lithological question 人会有这些问题的原因 是我们不明白 或者是我们不确定 上帝那舍己的爱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 所以它是lithological question 反问局 所以它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自然就有了 问题是 我们今天想要的 常常不是要明白 上帝那无私舍己的爱 而是我个人需要的 刚才提到的万物中的那些东西 因此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中的问题 我们听了这方面的教导 仍然没有改变 我遇到的困难 不知道如何面对 更没有办法 就像这儿讲到 在患难中 体会耶稣基督的真爱 罗马书八章三十六就这样说 经上所及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仍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这里的经上所记 是指四篇 四十四篇 二十二节的内容 完全一样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仍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保罗在此承认基督徒 是会有难处的 但是八章三十一请你看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样的痛苦 不光不能使我们远离神 反而使我们更加理解 耶稣基督舍己的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家庭院 讲这样的信息 我们的婚姻家庭有难处 经历这一切 让我们明白 上帝那舍己的爱 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 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让我们在生命中操练上帝的爱 也就是真正的爱 舍己 舍己是我们爱的目的 舍己也是我们爱的途径 这是完全要靠着神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 不是一个政治口号 乃是每一个基督徒 一个成圣的过程 说每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 也是基督徒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 正如经文所说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罗马书八章 38到39节这样说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事 低处 是别的受造主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如果我们理解了上面的经文 如果我们理解前面的经文 这两节经文的内容 就自然明白了 一切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己了 在十字架上显明这个大爱 我们也真正理解这爱 是耶稣基督里实现的 正如经文所说 如果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 这些提到的难处 自然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如果我们真正从心里面理解 并且相信 神的爱是舍己 这里其他的经文 就容易理解了 其实这关键经文就是八章三十二节 这是解释这段经文的关键 我们人难以理解上帝的爱是舍己 是因为我们罪人的经历 爱是个人的得到 是不是 个人的私欲得到满足 我个人的意识实现了 我就觉得爱了 被爱了 我爱一个人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感觉到被爱 是因为我有好的感觉 因此我不愿意觉得管教是爱 虽然我们做父母的会说管教是爱 我们这些亲爱的父母们 你自己有没有被管教的时候 认为是爱呢 我们自己 我们对爱的感觉是我得到 我的意思舍见了 就是被爱了 上帝的爱 是自己舍己 放下自己的利益和好处是爱 菲利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这样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道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 反道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存心卑微 就自己卑微 成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舍之架上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舍之架上 上帝的爱 就是用舍己 来表示的 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舍之架上 特别是在我们 还是罪人的时候 这种完全舍己的爱 就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我们人是罪人 我们的本性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我们的爱 自然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 丈夫会强调 妻子要顺服丈夫 还有圣经的预计 对不对 一副所说五章二十二节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请注意 这里是对妻子的要求 如果你是丈夫 其实你应该看 五章二十五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这才是对的 当一个丈夫 在要求妻子顺服的妻子 其实是暴露了自己 完全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自我 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美其名誉的是 用圣经讲真理 其实是自私 因为我自己也是丈夫 我们做丈夫的 都是这样过来的 其实每一个 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小家查经的时候 看到没有 随着我们生命 在主里的成长 你会发现这种情况 越来越少 可能你现在 从来不会在嘴上讲 但是有时心里 还是会这样想 你听我的就好了吗 其实这个时候 正是提醒我们这些 做丈夫的 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悔改的时候 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在祷告上 花的时间比较少 如果你是信了 耶稣有一段时间的丈夫 现在还是整天在强调 妻子要顺服丈夫 其身 你的信仰生活要重整 不管你在教会的 有多好的表现 你需要有私下的读经 和祷告的生活 你需要默想神的话语 让圣灵来光照 改变自己 建立有规律的读经 祷告生活 重新读约下 悔改真意 和攻克己身 不是这些书有多好 而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是一个真正 重生了的人吗 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色 和真正的明白 我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色 和真正的明白吗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 整天强调 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们其他的丈夫 其实都是在一个 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丈夫 信诸有了一段年月 你在要求 妻子顺服这方面 没有什么改变 这其实是你的信仰生活 应该需要检讨的时候 因为在你生命和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人 你都没有办法爱 饶恕和宽容 你在其他方面 所谓的爱 所谓的好 所谓的善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妻子 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的问题可能就更大 在这里 我还没有强调爱妻子的经文 如果爱不是舍己 谈爱妻子 其实也是亡然 同样 对妻子来说 要读的经文是 一部所书五章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而非要求 作为妻子来说 而非要求丈夫爱妻子 我知道很多的妻子 不是一个 不是两个 早就放弃了这样的奢求 老早就灰心奢望 为了免受更大的伤害 对自己老公 也就是自己的丈夫 根本没有这种盼望 但是这并不代表 你心里没有这样的盼望 在你心里最深处 你仍然希望你丈夫爱你 满足你情感上的需要 只是为了不更加奢望 你控制自己 不做这样的盼望 肯定是明知自己 但是你把这种感情 这种情感 转移到孩子身上 转移到事业身上 转移到其他的事情身上 因此孩子就遭殃 家庭就出问题 男人和女人 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知道我们内心 真正的需要 妻子生命的成长 是在家中 就是顺服丈夫 妻子生命的成长 在家中 就是顺服丈夫 有些丈夫很愚蠢 要求一个 没有重生的太太 顺服她 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有 也不是我们 圣经真理 教导的顺服 丈夫希望 一个没有 耶稣基督生命成长的 太太在家中顺服 也是荒唐可笑的 丈夫对妻子的带领 就是自己生命的成长 为妻子祷告 爱妻子 为妻子舍弃 而非要求 同样 妻子的生命成长 在家中 很好的表现 就是顺服丈夫 可能比你在教会 做什么 都更重要 你对你最亲近的人 都不能顺服 你在教会中的顺服 肯定是做给人看的 为了表现自己 你想一想有没有道理 我这样一讲 可能很多人说 多么希望自己是单身呢 我知道在妻子顺服 丈夫的问题上 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是 有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要求呢 我这个时候要不要顺服呢 教会在讲坛上的教导 教会教导的顺服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 关系中的顺服 首先这个顺服 是对上帝的顺服 因此所有的顺服 当然应该符合圣经的真理 其实相对来说 在夫妻关系当中 比较容易出现一些 不符合圣经要求的顺服 比如不信主的丈夫 要求主要外出游玩 要求妻子不参加教会的 其他的聚会 要求妻子做一些 不诚实的事情 诸如此类的 我们的顺服 若不是首先顺服神 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顺服 可能是出于某种压力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这种顺服 因为不是出于神 最终是不会蒙神祝福的 因此做妻子的 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方面的顾虑 而是应该检讨自己的心 是否常常用所谓的圣经真理 为自己的不顺服 寻找借口 这是我们做妻子的 需要检讨的 其实对丈夫的顺服 其实反映了我们心中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是否尊重自己的丈夫 这其实是圣经的教导 以赴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 妻子也当尽忠她的丈夫 当你心里失去了 对丈夫的尽忠 顺服丈夫 其实也很困难 这是可以理解的 本来顺服丈夫 和爱妻子的能力 都不是出于我们天然人的 而是来自于上帝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主里 爱妻子 顺服丈夫 是生命成长的标志 所以我们在家中 爱妻子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是我们基督徒 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 不明白 爱是舍己的真理 是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 来做的 我们当然不能说 丈夫没有相信耶稣 就是因为妻子在家 没有好行为 妻子不顺服丈夫 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得 这样的决论 我们是不行的 如果是这样 不是上帝重申你的先生 重申你丈夫 完全是你自己的功劳 但是我们确实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看到 丈夫因为 信主妻子的行为的改变 而相信耶稣的 不是吗 我们也有这样的见证 我不是要制造一种气氛和压力 而是要说明 神真实的生命 一定会在我们这些 相信祂的人 也就在祂儿女身上 表现出来的 神真实的生命 一定会在祂的儿女 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 你最亲近的人 是最容易知道的 我们要为自己祷告 为不信主的家人来祷告 上帝的爱是舍己 当我们的夫妻官司中舍己时 当我们在夫妻官司中 有一方舍己时 对方一定感觉到这种爱 是不是 爱妻子顺服丈夫 就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蒙神赐福 在家庭的其他关系中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慢慢长大的孩子 也会体会到 你是不是真的 完完全全为了他好 还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 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你到底是为了他舍己吗 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 他们心里 是明白的 你可以问一问 你成年的孩子 你当然不能问五六岁的 他完全什么都要依靠你 拉着你的那种 真正的爱 或者说出于上帝的爱 是真实的舍己 不是假的 我给你一句经文是假的舍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 他说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疑 这是保罗在讲爱的真谛前面的一节 我们在座的其实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没有说把所有的洲际穷人 不然的话我们完了以后 就在East Hasty 我们就躺在那边吗 没有 我们也没有把己身焚烧 把自己焚烧了 不然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 但是即使做到这样 都不一定是这说 却没有爱 这种不是出于真爱的舍己 是没有一处的 不是上帝喜欢的 也不是出于上帝 你最亲近的人 其实是会知道的 我们的爱是否是真实的舍己 我们的配偶 其实是一清二楚的 今天的经文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难处 我们如何来面对 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 或者经历了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己的爱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我把这些经文再读一遍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车身楼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而被杀 仍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 是将来的 是高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 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我们在家庭关系中 常常遇到比金钱健康 更加让我们头痛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人质关系 就是父质关系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当这些关系出现严重问题时 我们常常痛不欲生 经文告诉我们 因为有耶稣基督 因为有祂的爱 这些应该是得胜有余的 上面的经文一再 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却好像不是这样 可能更本质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问 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痛苦 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 不因为祂舍己的爱 为我们死了 为了我们的好处 无所不能的上帝 拿去我们这些生命中 一切的痛苦 我们不就因此开心了吗 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呢 为什么 我不知道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在你祷告的时候 你没想过这些问题 很直接地回答 或者从护教学的角度 我回答 你比上帝更聪明吗 然后我就从台上走下去 你满意吗 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有一个例子 是约瑟的例子 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的 他被他的哥哥们 卖道哀解 被菩提法的妻子冤枉 下到监狱里 其实不是他的错 后来又被九政官 莫名其妙地遗忘两年 你知道神是大能的神 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让约瑟成为宰相 可以在每一个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改变这一些的 为什么要让约瑟 经历这么多痛苦呢 并且记载圣经里 让我们这些人读 如果我是上帝 如果我是上帝 我会告诉约瑟 我选上了你 我要给你智慧和知识 我让你去埃及 并使你极其的富有 上帝是不是可以 做到这一点 没问题 他上帝嘛 你到埃及后 我让你在法老面前蒙恩 是不是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法老要依靠你的智慧和知识 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发生了 我要让埃及面临 前所未有的难题 只有你有这个知识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法老要完完全全地 依靠你 信任你 我会让法老的心 就是这样地依靠你 上帝可不可以 当然 他要稳坐宰相 一样 这样也许是一个 更好的安排 你可能比我想的 比这更好多了 你说没有 没有 如果把约瑟 换成你的话 你就会想的好多了 这个故事 你可以写得更美好 我们不是都有一个 自己的梦吗 上帝为什么 没有按我自己的梦 来实现 我不是已经把我自己的梦 告诉了上帝吗 也就是祷告给了上帝吗 因为上帝的目的 是要我们真正成为一个 耶稣基督样子的人 就是一个 有真正舍己爱的人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这样的 我们不经历这些 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 很多人说 我不需要经历 约瑟这样的痛苦 你只要告诉我 我就会理解 就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的生命 就会这样成熟吗 是吗 今天哪一个在教会中间 不要说圣经当中 哪一个在教会中间 相对成熟的基督徒 不是经历过难处 痛苦 常常是我们没办法经历的 而看到自己的罪 看到自己的渺小 而体会到神的大能与爱的人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并且死在舌支架上 你感动吗 这句话我这样讲 很多人说 你只要告诉我就好了 我再读一遍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并且死在舌支架上 你感动吗 我下面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刚信耶稣时就听了 这个是很多人知道 Charles Dickens写的一本 双城记 叫Tale of Two Cities 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呢 讲到 有一个叫Lucy的 这一个女生 一定是很漂亮 很出众 然后有两个人 都爱上她 这两个人并且长得也很相似 一个叫Charles Danny 另外一个叫 Cindy Cotton Charles和Danny 其实Charles本身 他原来是一个 富翁的家庭里面 但他看不上 他父母所做的那一套 所以他离开他父母 变成一个穷光蛋 但是Lucy却看上他 在这两个人 同时追求他的时候 Lucy看上了Charles 没有看上 Cindy Cindy Cindy在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曾经 对这个Lucy说 她说 I will embrace any sacrifice for you and those dear to you 她说我可以为你 她知道 这个Lucy 不会爱她 这个Cindy 她就对她说 她说我会为你 和这个 你爱的人 做一切 可以牺牲 后来Lucy和Charles 他们成婚 然后呢 也生了孩子 法国革命爆发以后 Charles因为一些 家里面的事情 他就回到法国 被这些人抓起来 Lucy和他的父亲 回去拯救他 虽然救出来 后来又被抓进去 这次抓进去 后来要判死刑 这个时候 Sindy Carton 也来到法国 当他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用钱 买通了月族 他就到这个监狱里面 和Charles讲 他说因为 你也知道 这个Lucy是我所爱的 所以呢 我要代替你是 你出去 因为他爱你 并且你也有孩子 Charles说你疯了 这是他讲的一句话 他说 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I can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can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他说这个是我能做的 最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Sindy 你对Charles讲 我代你死 这件事情是我能够 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能够得到的rest 我能得到的安息 是我连想 超过他能够想象的 怎么会这样呢 Charles当然不同意 所以Sindy就把他敲 敲晕 然后换上他的衣服 然后他又买通月族 就把他拿出去了 第二天要行行的时候 要上断头台的时候 大家排着队在那边 后来有一个人 认出他不是真正的Charles 但是看到他一点 坦然都不得了 他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一点都不害怕 他认出他说 你不是巧 他说是的 你怎么居然敢来 为他死这么勇敢 他说我如果掺着你的手 可能我会勇敢一点点 因为他害怕 这些故事你是不是感动 你为什么感动 感动 那除了这些爱情 除了这些故事 因为里面有舍己 你看到Sindy 它里面有舍己的成分 但是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就像我刚才读的那句话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并且死在蛇之架上 你知道吗 全世界从创世以来 只有耶稣基督是不需要死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不需要死的 而且其他的人都应该死 唯独只为不该死的 为我们这些该死的自愿 带死在蛇之架上 上帝他那完完全全舍己的 就彻彻底底的彰显在世人的面前 以至于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说 上帝啊你不公平 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死了 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能说 上帝你不在乎 他自己为我们死在 最痛苦的十字架上 就是因为他在乎 他才死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 以赛亚书53章3到5节这样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悠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悠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之法 被神接打苦待了 哪知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意志 你感动吗 在上帝的恩典下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痛苦 我们可以更加认识 耶稣基督 那舍弃的爱 我们真正认识到 什么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长大 舍己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 怜悯我 怜悯我们每一位 但愿每一次 主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真正明白 那舍己的爱 你那舍己的爱 真是借着你的话语 你的圣灵 让它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因为唯有你 是那位不该死的 为我们这些该死的死了 你那舍己的爱 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天成圣的道路上 来仰望 依靠你 谢谢主你的答案 奉耶稣的名 Aman